各位好,歡迎來到這場東東大學所舉辦的第十二屆連鎮杯大專院校區辯論賽 我是本場比賽的主席楊子玲 首先介紹本場比賽變題 本次比賽變題為我模型法因增設退正罪 再來介紹本場比賽的裁判 在主席左前方的是陳偉和學長 各位好 另外主席右前方的是周俊玉學長 各位好 另外主席右前方的是蔡偉松學長 各位好 再來介紹本場不便是 正方由東武大學A隊擔任 正方一便姚波上 各位好 正方二便胡善友 各位無安 正方三便陳志廷 問候在場各位 正方二便擔任解變 反方由台灣大學A隊擔任 反方一便陳燕 各位無安 反方二便黃懷真 各位好 大家好 反方三便零加N 大家好 結辯為反方三便 本次比賽 彩新至奧二綱四四次 也就是聲論 執行結辯各四分半鐘 本席將於三分三十秒十 按鈴一響 請示範 三分五十九秒四分整十 各按鈴一響 請示範 四分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秒十 各按鈴一響 請示範 屆時請台上電視停止發言 本場比賽 一律由滿方先行結辯 比賽即將開始 請在場觀眾 將手機調整全震動或是靜音 以免打擾比賽進行 本場比賽協決掌聲 本席在此宣布 比賽將於臨響或一分鐘開始 小小魚 零食 子餅 竿 小魚 大魚 小魚 最高 大魚 中文字幕——YK 请政方议变上台宣论 谢谢主席各位好 公务员作为私政的前线 因积极保障人民的权益 故事贪污独职 影响更是举足轻重 像是大据丹案 一趴的群力一斤 就影响了31世青的收入 消防署署长黄敬敏的贪污案 更是导致在风灾时 无限电系统无法使用 将消防原能病放在眼里 因为持统危机 政府虽然希望延加控管 但百命终容一输 政府对于贪污的管理 也还有相当大的进入空间 近几年来 我国政台不断爆出费落首闻 大臣南投县长 李昭青 前立委 中少和 小智最近爆发的中山警局收入案 这显示连事能不足 难怪国际透明组织的调查 国国习惯的情形高达事成 其中纳路评比的八个部门 更是群座高临不决 而在民调上 更有过犯署的民众 针对政府调查贪污不满意 而近事成的人则认为 贪打击贪腐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制定法规 所以找出漏洞 腐足法腕 就是这很不实在必行的立法目标 但随着社会的变圈 犯罪要太多元化 刑法规犯的范围也随之变化 处网法院在105年 刑警决议书对于实安法就做出解释 原先对于未经许可之添加物 需证明对人体产生危害才得以致罪 然时事上却难以举证 至此添加物难以控管 也因此我国自立实安法 将违法 却未危害人体之情况 加以危险犯署罚 而政策会证罪 就是为了及早防止犯罪前 之危险行为 以下论述之 政府设议连政策制定不违被职务行为的罪 乃是不明财产申报等法规 都在张贤人打散的决心 但道高一时磨高于政 政策是由于贵若是无受害者算罪 学者的林三田表示 其隐蔽性高 黑素多都使得举证上十分困难 实际上 贵若罪更有着不成文的对价关系之认定 但是实际上 检察官难以举证 去由款项与职务行为之间 究竟有没有交换情绪 使得多数贵若罢难以定罪 于英雄教授更认为 对价关系就是台湾犯的逃生门 过去 又曾经出现立委收受中央上一百万元 而后精进一把活动 但法官却以无对价关系而犯处无罪 而就因为溃证责的漏洞 厂商便借由卖人钱的方式来按度乘掌 教育大学的入文变子书 行为者往往通过多元的管道 或溃证难度币对价关系 为了确保広大埃利利 厂商往往通过溃证理验等方式 融入公务员中央警察匿名访谈更指出 藉由正常社交理解 麻痹个案冲到行为的机会 这样的行为并不是秘密 纵然没有人会公开谈论 但在适当的时机与地点 理数自然会出现 心理学家蒙斯就指出 在收理的过程中 人们自然而然会有回馈的压力 三顾茅庐反复失意之下 公务员往往盛情难据 像是最近爆发的中山分局案 业者长期给予远景安心费作为大店 之后的领检查榜也只从来喝个凉的 做了几乎就离开的家常便饭 最后业者开口希望能办个忙时 警察却认为已经接触 不帮怕对方检举 帮了又有安心费 决然之下 今天他做了贪毒的第一步 这样的做法在业界有实有所闻 调查发现当工程面临困难时 虽然有三成的从业人员 都是套红包解决 像是远雄董事长赵成雄 靠着亲信要为官员到海鲜厂厅吃饭 再以人参免备度假与十八等作为证品 人产情热络之后 再以险染工程房屋半买半送等 牵涉取额资金的方式进行贿赂 让开发案能顺利进行 可见惠正确实是公务员 踏上贪污的不归入 中正大学的论就指出 惠正建立关系后所产生的人情 就将成为犯罪者的温床 统计犯罪原因的证实 有60人公务员是因为人情与惠正已生事法 在统计群上呈现正相关 更进一步的 当送铃银化成为日常之后 公务员的铁锡将成为大懒钢 不收货的公务员只会受到排挤 狼狈为基人购犯协购组件成型 除了将其称为竞争型受贿 在高雄海关基地收尾案中 各有年轻人的官员服输 不做正好 没人不拿钱的 所以 亏正与犯罪确实有劳务关联 若是不吉祷处组织 将使得打贪困难充足 因此 我刚认为将制定以下政策 征定贵证罪与贪污资罪条例 以公务员伦理规范料顶为标准 由公务关联者不得收受贵证 无关联者每次贵证不得超过三千 一年不得超过一万 正受贵证者一同 为这逐步年以下律徒习 并终生死毒攻权 对此 研究指出 犯罪成本与风险是影响公务员犯罪的主要因素 随着提高贪污犯罪被定罪的风险与程度 将使公务人员的犯罪可能性降低 因此犯罪者受到该劳的处罚 在反贪与打贪上面更加稳善 综上所述 我归因真正归正正 谢谢各位 请反方二变上台咨询 你好 先去人引方诺点 引方诺点其实就只剩两块 第一个是引方认为现在有些案件 其实是贵落 但他对价关系上面难以证明 所以拔到 对我刚刚刚真的可以拔到 那第二块是现在贵证又拔落 之前有高度相关 所以引方把握抽上微信判理的 这种概念去拔 对高速的微信管理 那确认他引方证度 引方是比照就是公务人员的 廉正如你规范 然后说只要是没有业务商关系的人 就是 每次不能收获三千 一年不能收获一万 然后只要有业务商关系的 就是完全不能收 好 OK 那确认一下 林方在证明对价关系的这个部分 对价关系哪里证明 我听到的是林方有用到两种论证方向 第一个是民众认为就是 目前其实有一些案件是公务员 其实有收贵但是没有收 所以你用民众的观点来论证 就是确实 不是有民众 我发现有公务员说 对价关系哪里证明 呃好我先确认一下民众的部分 您不知道是什么讀证 我方是这份法务部联赦署委托研究案的举证 OK OK 这份资料是写出说 受访者表示对于政府打贪 打击贪污成效不满意的比喻有3.8 好那不满意他有说为什么不满意吗 是因为他觉得检察官举证举得太烂 然后法官没有办法判 不这样 为什么不这样那很重要 他到底是因为觉得馈赦 没有没有 民众我猜民众应该不晓得 什么对价关系在法律上的解释 他们在市场上没有这些刑法该罢 我对于对价关系的解释 我对于对价关系的解释 现在林方这份资料 就是他不满意 没有讲他不满意的原因是什么 好那就是这些贪污的事情 你还可以解释对啊 你方说到就是学者03年有说 食物上这些对价关系非常难证明 我想要解释这份资料 来 我方说对价关系的举证大概有这两份 你刚刚说给你多看一下 这份资料是写说 惟弱症的药件解释严苛 有的时候公务员忠实收了钱 然后证明 收到钱是针对公务员手上的 具体特定植物产算 那为什么这样是太严苛 为什么这样是太严苛 因为在对价关系的举证上 你很难证明说 厂商给的这笔钱 就是为了满影像的植物行为 为什么很难证明 我想 为什么 你不知道问题在什么 就是他为什么会很难证明 他给他钱是为了满他的植物行为 没有啊 例如说 食物上有很多方式可以证明 比方说监听 比方说用证人来作证 比方说他可能 来来 我帮你机会回答 指教指数说 性药效不能定罪原因有32.84法 性药对价关系不明 我知道是因为对价关系 那为什么对价关系哪里证明 我想要知道为什么 我想要知道你认证的方式 例如说好 例如说建议羊鱼型的贵落来说好了 我长期建商 我可能平常没有建议案的时候 去针对你这个公务员 常去进行贵落 那真正我需要建议案的时候 你可能就帮助我 因为自己 这个关系拉得非常长 也很难证明说 我之前送的那些鞋子 是为了这个 因为你是好朋友 所以我对你比较好 这是你第二话论点说 我如果长期会证 可能会导致他之后 对他主力的行为 对吧 这是你第二话论点的内容 那你有没有告诉我 就是 这不是对价关系才证明 好 我先确认到这里 再来是 在因果关系上面 对 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上面 您可能有没有 直接要告诉我 为什么 我正 因为 要单纯有一些关联 所以我就应该要处罚 所以 法理上一句 我方先 女生说 亏证对于 亏证的 对于 后来亏落的高度关联 等一下我方找开资料 高度关联的资料在哪里 等一下 你方只有统计上面的高度关联 那统计上的高度关联 是不是有很多种原因 比方说 没关系 我们的又是要来讨论 OK OK 这份资料写的是说 对于不同特线公务人 他会犯这个行为的影响 也就是 WALS值 人就发现 在个因素中 人情压力是最具影响力的变相 然后第三名是 接受汇证 他有可能 那他有没有说 这些是讲贪污的人 可能有些人 受到人情压力的影响 那有没有讲到 你今天只要不断的长期汇证 受到人情压力 他就会好 请台向辨识停止发言 请反方议变上台深论 中生自己的论与分析 中生我 中生我 initi一个 中生真虎 或是他的 不够注意到 合理的合理的 可以看 大家知道吗 你现在不确定就得消vere 大师 各位好 刑法处罚人民的正当性 來自对法义的实质起碳 便是刑法法学论出起刊 刑法立法的最高原则 是保护法义的论出 又称为法义原则 一旦沒有保護法律,刑法變成一種不正常的國家權力過度過張,失去懲罰的正當性,也因此在上場討論之中,愧生罪刑法法律成立與否至關重要。 政法學位達教授喜漢指出,公務員犯罪兩大形態,第一種就是主持,即公務員違法執行職務之後會直接造成個別人民的損害,例如公務員如果違背法令,創造了不法利益,藉此徒利自己或他人則構成了徒利罪,致違法傷害。 第二種叫貪污,學員大教授提出,公務員在貪污之後無從期待公正職務的依法性,此時才能認定公務法律的損害效果。 法學入住行看便指出,對於貪污行為而言,合理的信賴法與保護並非沒有邊界,而像他是在公務行為被交易的時候,換言之,是公務員受受不正利益的悲難,需要從對價關係有成立才能開啟,就是公務員職務的情形,與某個不正利益產生明確的買賣關係,才足以構成對公務員信賴法律的侵害。 簡言之,國國刑法的公務員的情態並非空泛的滿足人民的需求,亦非抽象的相信信賴情感,而是具體執行職務時不公正的結果才能作為法律保護。 也因此,單純規證財物,利益論即便外觀上可能使人民觀感獨家,只要沒有獨立行為,沒有對價交換,那並不構成法律性態,不該以濫權的刑法而作介入。 接著來檢證正方其他立法的需要性,在匯證之前有沒有其他公務員,有犯罪的漏網之餘。 首先討論對價關係的證明難題,院政財法實施案指出,只要利益出動確實是作為對價交換,便可以作為對價關係進一步成立賄賂罪。 賄賂的重來是假件、匯證的酬仙或這罪信息等回憶都不妨按匯辭賂罪的成立,證據的時間或是不斷讓職務辦案的時間、時前或時候或是賄賂的價格也都不重要。 事實上,對於看似不好證明的賄賂主觀意思,也不構成了實務上的舉證難題,因為法官可以透過檢察官搜證的其他客觀證據,判斷賄賂的主觀意思是否存在的。 也就是說,實務上被告反而要進一步提供自己沒有深入賄賂的相關權才能確保法案,例如這107年最高法院的判決中,被告因為在公務員婚禮,致證了6萬5千元的禮金而被以賄賂罪起訴。 法官基於案件中,製證裏收收匯論的兩兆並不相識也沒有互相接種刑典,並搭配電話監禮記錄,發現被告在會證結文禮金的時候,有特別要求公務員不要登載在禮金簿上,非常可疑,因此心證斷定有刑求賄賂的主觀事實。 即便對價關係,無法證明成功,對於公務員違法職務,也可以透過圖利罪加以論出。 在一份106年最高法院的判決裡,法官便查客官舉證之後,便認定本案公務員先行收受匯論,與其後圖利他人二的行為沒有對價關係,一直最後有圖利罪定罪被告。 那接著來檢視對方便有所警戒提出的其中兩個案子,在中山分局案裡面,那個中山案件一來是他有違背持務去給予人會跑出, 二來是其實中山永遠有對價關係,所以我報道這邊有舉證寫出,最後他其實所長等七個刊警,就是拒絕認罪,然後他就是有遭到手押,然後最後有事被處罰的。 那接著在遠床案件裡面,剛便有企圖藉由遠床案件來論證說,就是這些大財團會藉由呼嚕式的匯證,平常給你這個好處,最後讓你吃人嘴軟。 可是其實在遠床案件裡面並不是這樣的,在遠床案件裡面究竟是公務員自己去鎖惠,還是是想要主動送上利益,仍然是個羅生門。 所以在虧證罪欺騙對方設立會在雙方都處罰不到,可是事實上雙方都處罰不到,所以這個貼紙並不成立。 那最後來看,最後根據公務員倫理規範條例的管理,登陸最新的統計,今年9月我個體中央鋼, 機關與地方政府,一共登陸了約1500件灰燈,在灰燈行為入罪化之後,方便有的試驗家便會有至少1500件會進入司法程序的貪污案件,這邊會對我國已經拮据的司法資源更是雪上加霜。 TVP的新聞指出台灣的法官法庭都已經過勞,每公尺超過60小時。 根據新頭殼報導,以現行行代的案件數量來看,檢查官平均處理案只能花1.8-2.5小時。 公司要出差、值班、休假時間之後,根本沒有辦法處理完。 就算犧牲犯案品質、壓縮犯案時間,或是無常無息的假日下班,無論是要求司法班無行加班、趕工完成,或者是犧牲其他案件的犯案品質,皆非火防守各界。 趙所說,我方認為,規制請問,非但沒有正當的法律,需要保護在國家刑法權的那樣,就造成司法資源壓力,加上法官的設定案件的負擔,或是否不應該勝責更偽會有罪。 最後來回應,不要沒有談刺認真這兩件事,其實現在公務人員文理規範已經規範了,如果你收到了規證的話,你必須要上報給機關,所以其實公務人員他不會過得好,所以他必須上報給機關,所以其實公務人員他不會過得好,所以他必須上報給機關,所以也沒有其能子軟的這個請。 請正方三遍上台質詢。 內容,請! 好,您好。 您好。 簡單確認一下,你幫的論點就只有一個告知,會有司法過勞請?其他部分就是公務方需要請你解決理論說嗎? 不是。我剛剛談到了,法義型態,是一個,正式一個,我的論。 好,我先宣論到這邊就好。 好 那想請問一下在你方的事件底下 你方是維持現狀況沒有錯嗎 是 我的事件 好 那我先確認一件事情喔 在你方的事件底下 你方覺得送你這件情形會產生 你方不認同送你這件事會產生賄賂沒錯嗎 不認同不對 可能是賄賂啊 送你會不會產生賄賂 你方是覺得會還是不會 我聽不太懂你的問題 你說送你本身的外觀可能背後有對加關係 這可能是賄賂 那送你這件事情對於賄賂 會不會產生一定程度的關聯性 你方覺得會還是不會 我覺得不會 不會 那想先確認一下 但你方的事件底下是不是也有公務人員的維持法 對於送你也有一定程度的違法沒有錯嗎 那可能是規範其他立法目的 例如說 那我想確認一下 這個立法目的的理由是什麼 就像現在我們警察他規定說你 如果有償款的話你方便進身間 沒有 你沒有回答到我的問題 像這樣子他是機關裡面 我在顯示啊 他說機關裡面對於他工作人員的想像 就是這樣的規定 好 那這個想像是誰的想像 機關內部的想像 機關內部的想像 那為什麼機關內部的想像 需要透過這個立法來進行 是不是會對於民眾的感情 也會一定程度有所影響 這你方可能叫許去繼續 好 我先確認 在這個程度上 其實你方世界也認為說 不應該送你沒錯吧 我先確認這一點 你方也覺得不應該送你沒錯吧 我方說的是沒有 我方覺得不能用刑法來評價 好 就像我們的設法裡面 違反規定也不夠 我先拉開雙方菜籍 你方覺得應該行政法就夠了對不對 你方覺得 不應該用刑法 行政法就夠了沒錯吧 可能也是一種態度 是這樣的情形發生 我方現在有1500件這個上報的情況 所以這四年 1500件上報的情況 真正被處罰的人有多少 就上報的就不會有嗎 能夠減少多少的情形發生 就上報就是合法的 好 沒有 那你方目前為止 還沒有提出任何的資料 我先跟我來看這份資料 這份資料是一個 呃台北大學 台北大學 他的意思是說是無法落實的理由 是因為他沒有去制定 來他在那邊說 因為公務人員 他對於法規相當不熟了 而且強化形式 過於流於形式 無法強化這個法令 所以行政法是沒有效果的 我就確認就好 你發現有沒有提出反證 我這邊知道有瑕疵 你發現有沒有提出反證 我先問你發現有沒有反證 哪邊有瑕疵 就是他這邊寫的事情 他是把這個謹為訓斥性的規定 那這個訓斥性的規定 對 因為行政法他沒有強制力 行政法有什麼強制力 行政法要強制力啊 不然行政法又要幹嘛 不是 行政法有什麼強制力 是不是頂多讓他被雞雞生氣的調職 你沒錯吧 沒有吧 你可以把他 你可以讓他就是離開這個公司 沒關係 沒關係我確認我確認到這個程度就好 我往下來問一下 你方的這個 你方認為說 會有司法資源過勞的問題 沒錯吧 那我現在請問一下 在正方的世界底下 會產生多麼嚴重的過勞的情形 導致司法功能的癱瘓嗎 就是一個月1500天 那你想要導 你想要論證這個弊害是什麼 我先確認一下 就是司法的過勞 過勞會怎麼樣 你應該講的很奇怪 因為你只要講過勞 聽起來很空泛 那到底會法院的這個功能 會被癱瘓掉還是怎麼樣 那我先確認一下 我先確認一下 在櫻然上面的評價 如果這件事情很重要 可能會影響到倫理 可能會影響到整個公務員的 這個可能會影響到國家爛權的時候 這件事情應不應該被屬於 就成如我幫櫻然聲證講 你要侵害到法醫到這條線 我先確認了 如果後面證的很正當性 這時候是不是應該去屬於出嗎 那是刑法的正當性 好 我先確認 如果我方後續已經證成了 陰然上面有正當性的話 這時候應該被屬於 就不是所謂的 不是陰然上的正當性 是刑法上面的正當性 我往下問 實在上面 你有沒有打算證明說 到底這樣的情形 會導致多少的欺能被談完 你方式沒有舉證 有啊 就是一個月有1500件至少 1500件是什麼 一個潰增案例 這個東西 潰增案例 需要被檢查 那真正會被檢查官 送到法院的又有多少 因為檢查官可以選擇起訴 也可以選擇還起訴 沒錯吧 那我覺得寫台灣在做那個過程 本來就是 我先確認 在避害 這關在避害上的地方沒有證明是 往下我想確認一下 你方有沒有證明說 現在 現在的貪污情況很好 沒有需要被改善 有沒有打算證明這些事情 我方認為 透過會脫罪 以及圖利罪 不違被食物行為 這些東西都可以做 那你方有沒有打算論證說 台灣在貪污的排名上 或者是人民對於司法的信賴上面 貪污這件事情 台灣已經做得很好 已經不用再進行 下一個這個立法的審決 我方對於你們現在的回應會是說 那個人民對於法律的信賴是 怎麼樣的不信賴 例如他覺得說 那你方覺得這樣的信賴是不需要被保護就好 我覺得不需要 因為我了解的是 因為信賴有不同種類的 如果是法律的信賴 那我先確定 你方對於貪污的認定 他的保護法律是不是人不及發言 請台上辯士停止發言 是 謝謝 不是 請正方二辯上台深論 謝謝主持人 各位好 對方兩塊論點都有太多曖昧的問題 一一檢視 在第一塊論點 對方其實在價值上宣稱 我們今天如果要談賄賂 應該要證到 今天已經造成的傷害成的懲罰 可是對方沒有 你又在後面說 這個賄賂其實很容易被證成 所以你到底是覺得 我們要嚴格的去檢視賄賂這件事情 還是覺得我們不用那麼嚴格 輕輕鬆鬆的去檢視他對價關係 我方在這邊其實聽得太出來 所以我方覺得 你的第一塊論點到底要告訴我們說 在價值上 我們該嚴謹的tracker問人還是寬鬆的 這邊沒有詮釋完 第二塊論點說得很簡單說 我們法官會很累 對方沒有 如果你真的覺得很累 對方沒有 我們要改變任何制度去解決他的累 比如說去廢掉下 我們覺得比較多沒有用 或是覺得比較沒有用的法律 或是覺得新設的法律 我們都不要深色嗎 或是要告訴警察官 說我們要如何去解決這些問題 對方完全沒有要做 這方你覺得 其實第一塊論比較像道場 就告訴我們說 法官很累 每一個要什麼程度 深色了這個1500個新的案件之後 對法官類有沒有 冰濟效應 產生多大危害 完全吞出來 所以第二塊論點 我方覺得其實都沒有正誠的 沒有成要工方討論的 逃亂態度 方權的邏輯上 在制度成為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等於你告訴我說 公務人員規範條例 確實現在已經懲罰了 虧證罪 可是你覺得 它是公司內部的影響 懂沒有 國家作為一個公司 它為什麼要規範人員內部呢 是不是希望對大眾有所負責 是不是希望對 像我方說的樣子 在需要性上希望對國家負責 像我們在國軍上 有沒有要求國軍要 要連政愛國 要請 要勤手持家這樣子 我們這樣的要求 是人覺得說 因為對人民的觀感是有影響的 所以我當然知道 你在公司內部 有這樣的要求 是類似於國家的 可是你講白了 國家為什麼這麼做 說白了 跟人民的觀感講的是一樣的 講完這些 我們來討論的事情是 對我們對方的依壞了攻擊 對我們在講的形式 到底有沒有對價關係的成立 我剛剛跟各位說 我們已經舉證了 有人說對價關係困難 對方只是說三十幾%為什麼困難 我要證到買賣 那會很難嗎 我剛剛說真的 困難這件事情 本來就是交給法官跟專家 來告訴我說 憑什麼困難 因為實質上 他我們怎麼認定 或是料件怎麼構成 那是我們寫法律的人 可是如果今天 對於困難的人是執行在判法律 的人覺得說 我很難證到這個程度 像是這個 像這個案件中 他收了兩 謝民達的案件中 他收了220萬 在一二三審的時候 確實被覺得有罪 但在更審的時候 因為法官覺得說 這220萬看不出來 是有買賣的 是看不出來是有交易的 所以最後還是判了無罪 所以我們發現 專家就直接在這邊說了 因為你的賄賂的對價 因為你賄賂的對價關係 已經開了貪污的 你到底是逃生門了 所以我們在結論上可以看到 不管是專家還是實力 都發現其實你 單純用對價關係 是沒有辦法正誠 現在能解決問題的 往下退路 就算現在能在後端解決問題 我們想要處理的事情是 你現在前端 我們不要讓這些人有養的概念 不要有高度危險的問題 您說一定要在後端產生 實質的影響才會有問題 不是 如果你在前端 我們已經有養一個案件了 像我們好像說罩很小 這種案件 對政府而言 我們有了一個門神 一個企業有一個政府的門神 不管是對政府的連能 不管是民眾的公平 甚至我們的觀感 都是不是好的事情 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們覺得也要喜好來規範 而為什麼會產生高度關聯 簡單來講的很簡單 我們今天送禮 我們說 在這個心理學上 你送禮就一定要回禮 那今天廠商送禮禮 我方覺得兩種可能一種是 你真想做朋友 那個送禮 另外一種可能是 其實你是想要 有一些對價關係 有一些不違背職務 或者是違背職務的行賄 這些情況下是我們想要抓的 而為什麼我方覺得 不會抓到前面那種真想送禮的呢 因為我們有設定一個 跟現在一樣的 一萬塊的這個限 而為什麼一萬塊的限是重要的 因為我們覺得 你供了一個人五萬塊的薪水 你本來在收到超過一萬塊的禮物的時候 你就很難回禮的時候 你會被要求說 我之前給你了那麼多禮物 但你去吃海鮮 給你這個好的房間住 那這個情況下 你是不是要來點意識呢 可是我薪水也不夠啊 那你可是有很多職務關係 可以幫幫我的 我方的意思是 本來在他能處理的方式 能回饋的方式 這麼少的情況下 我方希望給他一條道德線 一條法律線告訴他說 你超過一萬的情況下 不要收 不然你自己未來會遭到很多實質的麻煩 所以我方覺得 超過一萬以內 我們確實可以想像 這是合理的能力關係 可是超過一萬以上 我們就想 我們就覺得 這確實有高度的國情觀點 而這件事情 其實在論文上已經告訴我們說 數據上是可以看到統計的結果 而對外面有其實沒有公求 我方解決的部分 我方先稍微講一下 在現在的法律上 我們其實是可以認定 如果有這個吹哨者條例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 讓他免罪或檢罪 在這個情況底下 我們一桌人吃飯 有潰症的形式發生 那這時候其他同樣被潰症的 可以去控告這些 潰症的老闆等等 那用檢罪的方式 可以讓吹哨者主動出現 這個情況底下 我們認為可以增加 他的認罪程度 跟增加他的定罪率 這個情況底下就能真正抓到了 這就是我方最前拉緊 謝謝各位 我方便是廷主發言 請反方三便上台接觸 然後最佳的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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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路 不不不就是那個 是徐文達那一份 徐文達那一份 是嗎 在這 這個 中心上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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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制計時開始 謝謝主席各位好 各位好 確認一下林方說這一輪沒有小便動制度 沒有錯吧 好 那所以我方說明 在你多處罰了退贈的這個行為之後 多增加的那些司法上面受 都是林方的成本 沒有錯 這狀況差異 我方前妳都很在意 我方有證明 那妳的方是行評價的問題 那妳的制度多需要承擔那個成本 是一個問題 好 那我進一步確認一個問題 就是對於匯弱罪想要保護的法義是什麼 林方有舉證嗎 匯弱最想要保護的法義 對啊 林方今天的意思是對價關係法 罰得不夠好 所以今天法不到 所以用匯證罪來罰 那妳最後 確定想要保護就是匯弱罰不到的情況 所以妳最想保護的是匯弱的法義 沒有錯吧 這個部分是希望可以 是要保護人民的信頼 其實我方學的 我方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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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方有想要自己舉證 好 我還有一個說法是 就算沒有用匯弱法義 這件事情很重要 沒關係沒關係我先 因為如果後續有匯弱法不到的話 那也會加價關聯性的這件事情 我知道 侵犯的樣態有別 可是不管是關聯性的部分 也是重點在於抽象 會侵犯也是侵犯到匯弱的法義 所以我在訓認 匯弱所保護我的法義 是人民信頼沒有問題 那我問妳喔 在我方剛才舉的例子 行政單位 對於那些常法的那種警察 他們會用行政法來處罰 這個時候林方說也是侵犯人民的信頼 沒有錯吧 有些民眾可能覺得 官很怪 他才這樣回應的 那我要問妳 我要問妳 為什麼這時候都是侵犯人民信頼 你這時候不處罰 什麼意思 程度是別啊 程度是別 所以我確認一件事情 對於人民信頼的保護在刑法 這個時候我可以解釋 在刑法上面保護是有其界限 不是但凡侵犯到人民的信頼 就應該要處罰 那我自己不想要問 對於信頼的邊界 你有沒有舉證 應該信頼到什麼程度 我先解釋妳兩個例子 像頭髮沒有任何要刑法在發頭髮的 可是就有刑法在罰賄賂 所以我們本來在公路關聯是可以能量到刑法上 對 所以OK 有沒有發現在對價 在賄賂會處罰的理由是什麼 跟我幫一起看這份證書 好 這份是這個許恆達教授的 這個賄賂罪對價關係 證明你的說法 他是說明這個為什麼賄賂罪的不法 正是源自於賄賂執行的公務為對價 干擾人民對政府的信賴 所以這時候侵害這個賄賂行為 因為對價關係而侵害到人民的信賴 還是不法的來源 那我進一步往下問 非民方今天真的要舉證的部分 是賄賂跟後續的行為息息相關 我分類一下 我分類一下 你的結論是對價關係做人民觀感不加 可是我的意思是相對對價關係 侵害人民的信賴是否應該怎麼 我的意思是現在對法官員對價關係很難認定 可是對民眾的 這個案件應該抓起來了 等一下 我確認一件事情 在實務上面 法官覺得認定是可以的 這時候民眾覺得不爽 你覺得要罰 我確認雙方態度有差異 我確認雙方態度有差異 我先確認前提 我假設如果法官認為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這時候民眾單純覺得不爽 民方覺得要處罰 這是雙方態度上面的差異 不是 那我現在來檢證民方對於對方 我現在想要 我知道你還有所謂的 我現在來檢驗 對不起 我現在想要檢驗你的資料 再證明對價關係 哪一舉證的地方在哪裡 好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一個原因很簡單 因為現在我們都 好 現在我們會入罪 他說處罰洗髮過度 他七年以上 所以法官的心態會比較高 你聽我說 他說對價關心未明時 沒有證明構成要件有疑律時 法官才嚴格證據能力 請問這個嚴格證據能力 對 所以嚴格證據能力到底哪裡有問題 為什麼這個標準過高 在這個情況下沒問題 所以我方覺得有一部分是沒有處罰到的 那哪部分案面處罰不到 我方想看舉證 因為比方說 像憲民大這份資料就是他收了220萬 最後被判無罪啊 好 OK 所以我確認你在舉證 你在舉證 所以最後 你重點是在說明 最後是無罪的人明明覺得不爽 但司法實務上 到底有沒有覺得這個判斷是有問題的 沒有說明 因為我方跟我方看舉證 跟我方看舉證 因為我方有相對的資料在說明 如果對於 對於無罪的例子 就是 我方後續舉證好了 就是有真的判無罪力 然後還有書明理 因為他跟這個職務上的行為 跟我完全沒關聯 就是他自己不用說有去監裁 然後去買賣土地 那他雖然是有公務的身份 但他收了這個顯示 因為別的買賣的行為 這完全沒關聯的時候 這個時候雖然是無罪的 但不代表是有問題吧 沒有職務員你可以說不要管 好 那我自己一部分想要解證 抽象危險辦的部分 但有關聯資料在哪裡 證明因果關係上面有關聯嗎 因為通常在法院上面 他一定沒有因果關係 可是我們列出了很多種關係了 而我們早次來講 高度相關 高度相關 我問你的意思就是 我知道他有關聯 可是高度關聯 有關聯跟要處罰是兩件事情 當然是 因為他不必然有因果關係 他可能是匯獲之後 剛好也有一些虧證 有些有認定是虧證 有些認定是虧證 有些認定是虧證 那到底是有民主發言 這類別很多 像毒品 像酒加等等的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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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就是 precio ций 試機開始 各位好,今天我們先再提醒一下 最後沒有經驗的處境責任 今天刑法是國家公權力對人民最深刻的侵害 因此如果今天他們想要保護的法義 沒有到用刑法介入就不能保護的範圍內 那就不應該用刑法來處罰 那我們接下來來檢證 對方沒有想要保障的兩項法義 第一個是他們覺得對價關係 退落罪以當中的對價關係難以證明 那這方面對方沒有目前 其實沒有舉出任何一份資料 告訴我們為什麼實務判決上面 對價關係會難以證明 而我方其實已經舉出很多的資料 告訴大家說其實實務上對價關係 並沒有像對方沒有所想的這麼難證 比方說在106年的一個地方法院的一個案子 就講到今天有一個被告 他是在婚禮的現場送了很高額的禮金 十幾萬元禮金 然後他變稱因為他們是至親好友 所以他送這個禮金是符合一般的社會風俗 但是這個在法院實際上的判斷就告訴我們 他從這個客觀上來推定 其實這有為社會常情 所以他其實還是符合對價關係 再來其實在實證的資料的舉證上面 也沒有這麼困難 比方說其實現在國家可以基於犯罪偵查的目的 對被告或判罪情緣進行通訊監察 也就是監聽 所以其實實務上也有非常多的案例 比方說這份就是高等法院的一份判決 就是在講說法警察在監聽過程中 收集所的通訊對話 來得知他犯罪不反 然後賄賂的事實 而最後判罪 所以最後沒有今天如果要告訴我們 他難以證明的話 其實必須再去說明說 他難以證明到底是為什麼 而不是只是民眾可能覺得他難以證明 所以他沒有去詳細的檢視實務上 到底的情況是如何 然後再來在行政法這個部分上面 今天專門有跟我們質疑我方說 今天我們也要用行政法來罰 所以我方一定也覺得他其實也可能 對後續的法醫產生一些侵害 但是我方前面舉的那個警察的例子 就是要告訴大家 今天行政法可以透過就是有點像是 就像其實公司行號可能也會用 一些他們認為他們底下的員工 應該要符合哪一些倫理守則 就也就像是我們政府公告 這個公務人員的聯證倫理規範 然後他認為公務人員應該要 不收拾困證或收拾困證的時候 應該要上報才能維持這個機關內部 那個清廉的形象 但是這個清廉的形象如果被破壞了以後 人民覺得感覺起來好像沒有那麼清廉 是不是可以用刑法來介入在加以規範的 是對方沒有沒有舉證的 然後另外我方其實在 在上一輪質詢的時候也有舉證過了 就是現況下賄賂罪之所以可以做 賄賂罪的這個非難的法義 就證源自於賄賂及執行公務作為對價 所以今天假如賄贈罪 其實沒有這個對價關係的部分 對方朋友就不可以主張以賄賂罪 原本的法義作為賄贈罪 想要保障的法義 好 那今天他們如果不是要主張 原本賄賂罪法義可不可以 他們就是必須說明 賄賂罪還帶了一些什麼其他的法義 以及他們必須說明這個高度相關 到底相關到什麼程度 然後他們認為應該要入刑法來處罰 但是在這個相關性的統計上面 他們其實就只舉出了一份 中正大學的論文資料 告訴我們這些收受賄賂的人很多也收受賄贈 那是不是代表他收受賄贈以後 會漸漸的去 最後就會就是胃口越養越大 然後想要去要求這些賄賂行為 其實他們是沒有解釋的 也有可能其實就是這些收受賄賂的人 就是本來就是私底下就喜歡做一些 就是要別人利益的事情 所以他就會收受賄贈 那這個因果關係其實對方沒有證明 再來在心理學上面 他們想要用心理學上面證明這些因果關係 說我今天如果收你一點錢 我可能就會想要回報給你一些東西 但他們把這個東西 他們第一個是他們在制度上面 把線售在三千元 他們沒有去說明為什麼三千元 以後大家就會比較想要回報 再來是今天就算三千元 其實我方行政法上面 他也必須自動的去申報然後繳回 那繳回他其實沒有實質上 在台上便寄执直至發言 請正方義面上台詞規 來 我先唸一份資料 必須先確認該信賴軍醫師對於規範效益的信賴或是制度規範的信賴 若信賴則是規範效益即相信如果公務員受惠肉依一般的行為就會被處罰 只不得作為法益 然後重點在最後面 而若信賴指的是對於公務體系及公務員使用制度角色之信賴 則得作為保護法益 沒有念錯嗎 沒有念錯 所以我確認一下文件解一下 所以您剛說這對於公務體系及公務員角色產生的信賴 所以您方今天如果要證明 所以您方如果要證明這個是一個保護法益的話 您方要證明就是今天如果人民看到公務員受受惠證的時候 會對於他的公務執行反正不信賴 所以您方目前有沒有證明 等一下 我方會舉證 那我先確認這份資料它上面已經說可以作為保護法益 那之後我方會繼續問述 來 再討論下一個問題 大家朋友來上課看一下這份資料 這份資料它有寫說上面的標題是 貪圖犯罪成因實證研究 然後在這個研究中它有分析犯罪原因的五個原因 然後其中第二點跟第四點就是貪圖犯罪成因 看一下第二點人情請多或官說佔41.7% 然後第四點民眾為便利刑事而送紅包會 那我確定你平方想要說這個貪圖犯罪就是他收了這些東西 可能會導致他之後產生一些違背植物的行為對吧 對阿他這個真實要是 對這些違背植物的行為是不是先框下其實就可以用土地罪的法條來發 就算我方在意見稿裡面其實有解釋了 其實你只要有任 我方要在後面的犯罪行為也罰 我們在前面的犯罪也罰 你方要說是因爲罪不到所以你要罰 等一下喔 那明就罰得到為什麼還要罰 等一下喔 在實際上從實證的原因上面 竟然我們可以得知貪獨犯罪分析原因 在前面他的態度他都收受紅包麻 你如果不處罰前行為的話 你沒有辦法保護後行為 等一下等一下 實物上很不利對行為已經完全保護後行為 你方對這邊的供給就是 你方表明他之後貪圖之後 我們不違背植物行為罪嗎 或就是他如果是單純做一些違背植物上面的事 沒有對象關係也可以用土地罪罰 那所以我方在事前就罰這個虧證罪 是不是就可以讓某些虧證罪 不要延伸成貪圖的罪 你現在要處罰了到底是哪一些呢 就是最高度危險 讓某些虧證不會變成後面的貪汙 顯示是我方的解決力了 你沒有提出立任何一個個案是 您方的需要信裡面告訴我說 他收受了長期的虧證 沒有 他就問了太多問題 只要我方有方在前面 虧證階段的時候就解決 那是我方第一把 那是你方沒有的 你方整在後面上解決 沒有 前階段虧證的時候根本都沒有問題 我就是我要講的東西 他有問題他就沒有問題 他就沒有問題 他就沒有問題 那再來 沒有 那今天我幫你 從行政法 好 改善以嚴厲的刑犯 是不是這較為嚴厲的 較為嚴厲的這個懲罰 是不是會讓工人的犯罪成本上升 好 犯罪成本會上殺 但是他會證行為現在就是 只要上繳 你只要上報就 就不會用 好 謝謝 所以我方已經證盤明確的一塊利益 沒有 只要 我方先收歌 只要 我方先收歌 只要 我方先收歌 只要有一群人 他因為犯罪成本上升 而不去虧證 那就是我方的利益 然後再來 這是這樣 這是我方在這樣上面有解決力 然後再 才是一個問題 你才要解決啊 然後再 上面解決力 我方可以解決那些 因為虧證 而造成後面 也就是後面賄賂的行為 等一下 你到現在沒有證明 他實際上有因果關係 有虧證就會延伸出 在這次的資料上 你對因果關係有什麼問題嗎 你不然可以拿去看 不然我發現 有再分因果關係的舉證 在 在 在風險承認的分析上面 在貪圖犯罪行為中 人情壓力 暫去最影響的變相 然後第三下有接受虧證 他是不是有虧證 他連貿弱之間就有高度因果關聯 那 好我問你 假如人情壓力 那我方他嫌階和懲罰就是我方的利益 我問問你的問題 假如人情壓力就是一個影響一個變相 那他當朋友你要不要罰 那不錯啊 我方可以解決那些 因為虧證造成人情壓力嗎 不是啊 我方當然知道啦 那些朋友家人 我方沒辦法 也是人情壓力嗎 沒有我也是人情壓力 我方沒辦法處罰大 這只有一塊 那就是我送錢 送錢造成人情壓力 我方都可以解決 你林方想 你林方的評價裡面 到底認為人情壓力這件事情 是不是應該有什麼法介入 請台上便是停止發言 請正方三便上台聲論 謝謝主席各位好 在這邊我方承認制度本身不是完美的人 的確會有一些窮凶惡結賞 他們做了很多事情 盡可能的專動動 這些人在雙方世界裡他都會罰不到 又賄賂的 所以也沒辦法查戲這些本來就會 本來就會 就是盡可能鑽漏洞的這些廠商 因為制度本來就有它的極限性 而在這邊正方的解決力 體現在哪一個部分呢 其一是在廠商的部分 因為一個人 一年只能贈送一萬元的情況底下 縱然他方說可能要找白手套 可能會有送少額的金錢方式好 這時候他如果要打到 當初賄賂的這個效果的時候 這時候他的成本也會增加 這是其一 其二是如果他找更多人去贈送的時候 這時候更多的白手套 更多的白手套曝光的風險也會增加 而這個時候對於廠商來說 他的犯罪成本就增加了 所以確定在廠商那邊 他的廠商除了受罰之外 他的犯罪成本增加也會讓他 導致要不要進行去匯獲的這個動作 這會洗衣 其二是在公務員這段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是什麼 我方在前面 辯寶的舉證就告訴大家說 明傳大學的論文就講說 行度的增加能夠有效達到威嚇的效果 換言之是什麼 在假設一個情況裡面 一個公務員他真的 的確很缺錢 需要去看病 需要去怎麼樣的時候 在反方的世界底下 這群人會去賭的 他們會有僥倖的心態 因為在反方世界底下 我被收到的錢 我頂多行政法 頂多意識大貨 頂多降職而已 但是我同樣 還有保有鐵飯碗的這一份工作 但相反的是什麼 在正方的世界底下 這群人如果他 如果他真的去做了這件事情的話 他是會被恥奪攻擊 他是會受到刑罰罪分 而這時候他可能就 家裡的定義裁判 可能就頓時失去一大半 而這時候 我們要講的是什麼 這群人其實他們在正方世界底下 是會動搖的 是會猶豫的 因為他們有可能會因此 因此就沒辦法進行工作 而這時候 這方的解決 就在這一群人的身上 做出了一個體驗 所以在那邊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無論是廠商的犯罪決議 或廠商的這個 匯助成本增加 或者是公務員的犯罪決議 即使我在我方世界底下 解決是可以證明成功的 往下來看第二塊 往下來看需要性的部分 在那邊的話 其實分成兩個 分成幾個層次來貪污 我方其實認為說 貪污這件事情本質就不好 就應該被 在事前如果能夠去抓 就應該盡可能處理 為什麼 原因來自於說 其實貪污如果說 浪費工廠好了 這件事情是對於 人民財產權的侵害 而如果檢查外 自己取出也是對於 人民的自由進行一個剝奪 更好像我方前面 剛剛講的這個 醫便稿裡面說的這個 採購案 更導致了這個 小銀書他們在救災的時候 無限電系統是無法使用的 所以在那邊可以先確認 一件事情是 貪污的成本 是整個社會都沒辦法承擔的 這個力量其實相當大 而再往下來看 我方的需要性其實主要 就開在說 收受貴政這一件事情 是貪污的危險前行為 而在這邊論證的話 分成其的途徑 在統計上面分成兩個部分 其一是我方議蘭舉證說 在收受貴政跟賄賂 跟變成貪污犯罪之間 其實是有一個顯著性的高度證相關 而其二是我們透過 個案反彈來整理 也發現說 收受貴政導致人情壓力 並導致人情壓力 而做出貪污的這樣的行為 有高達21% 所以在這邊的話 可以先得到一個結論 是我方議蘭證成 這個所謂的高度觀點性 所以這時候應該被 這時候這群人就應該被受到處罰 而這時候他方質疑說 我方在個案上 到底有沒有舉證 在個案上面我方舉證的 遠雄那個例子裡面 遠雄他是一個大財團 他本身對於賄賂這幾件事情 就有一個固定的SOP 他一開始會邀請這個場 邀請這個公務員去吃一些 可能是喜酒啊什麼之類的 而久而久之 慢慢的去把他胃頭給養大 進而我們可以看到資料傳說 這時候確實他們公務員 就會去做出一些圖利的行為 所以在需要性上面 我方議蘭證成 往下來看對價關係的部分 我方在那邊的舉證 其實他方只是認為說 這樣的對價關係認定很合理 但是我方其實有學者替我們背書 林玉雄以及那個檢查 司法事務第一線的檢察官 都認為說對價關係難以證明 而我方在統計數據上面也證明說 有38%的這個對價關係 是沒辦法被證明成功 而這個時候 剛剛講的是斜端的犯罪行為 而這時候後端也沒辦法處理的時候 這時候就產生了一個高度的這個風險的行為 所以往下其實今天要跟方要談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如何去進行 作為一個風險的控管 再過去我們看到 紅包文化漏行以及不違 所以我們創了不違 被植物行為罪去遏止這樣的行為發生 而為了避免財產調查困難 我們甚至連那個舉證責任都倒退到 這個公務員身上的這個不明財產來源罪 再再都證明了一件事情 是我們對於國家 國家對於貪污這件事情的容忍度是非常低 只要有立法漏洞的出現 我們就應該盡可能去填補這一件事情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這個很多的這個例子裡面可以看到說 在食品安全法裡面其實一開始也有透過行政法去處罰 但是行政法的處罰到底會不會有違和力 其實是不一定的 因此在立法則就透過把這個抽象的這個 資能立法案的條件拿掉 因此我們應該認為說這時候就比較應該成功的 請反方一便上台質詢 請反方一便上台質詢 判斷是附凱的方式 然後清判的嚴重 所以你去證明 然後打問六 太緊 太緊就好 下 你好 你確認一下你方有沒有一個法理上的舉證可以告訴我 行政法法不夠 我可以當作是入刑法處罰的正當理由 我方有證明說他會對於法 我方的論證方式是證明他會對法醫產生侵害 法醫產生侵害 那邊我已經回過了 他是因為 我想先確認你方這邊有沒有舉證說 行政法法不夠 行政法不夠嚴重 我們要論證這件事情 我們要論證這件事情 我就要證明是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確會對法醫產生侵害 所以我方的情況 你方殘存的正當性在於說 你認為說 他可以作為這個 賄賂者的風險犯 或是潛制的這個 對 就好像我們洗錢 就好像我們其他的食品安全法 也是同樣的違法 好 那先借我 好 那我回過來先去 你在最後論證說 貪污可能會造成的避害是 你剛剛舉那個電線案的例子 你能不能借我檢證一下 你說電線案的例子 你說救災的嗎 對 黃靜敏的例子 我先口述資料給你聽 好 因為 我想要問的問題 好 裡面的事情 如果是違法的行為的話 他圖利罪可以做違反法 就是如果他違法圖利造成了這樣的避害嗎 這邊的層次是 如果後面的危害那麼大的話 我們就應該在前端做 去進行風險的控管 讓這件事情不會發生 所以我的問題是 圖利罪也可以做前端的違反法 做不到 這件事情做不到 因為圖利罪要違背法令 但是如果他沒有違背法令的話 那違背法令嗎 這件事情 我你卻不知道 要看一下 你卻不知道 所以你現在還沒有 你最近現在廠商還沒有一個舉證 但是他不違背法令 就像不違背職務行為罪 他也沒有對於法律有一定要違背職務的這樣的要求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 你剛剛聽我解釋 不違背職務行為 他裡面所找過的事情 是公務員不可以被收買 不可以有對家的默契產業的這件事情 所以呢 他行為的不違背職務所做的裁決 是法律上通知的事情 我這邊已經有認真說 其實這邊有資料說 不違背職務行為罪是抽象危險法 因為它會導致後面 後面的違背職務行為罪 是因為 是這個理由嗎 不是我找家資料 就不違背職務行為罪的 是抽象危險法的指令書 好 你可以先問下一個問題 好 我想看人情壓力那一份 人情壓力也在這邊 那我看喔 他那邊說貪污犯罪的實證成因研究 他說這邊認為說 犯罪的原因 有規範說 就是如果你收受虧證的話 你必須把這個虧證的東西上去 所以確認說這種收受虧證 所造成人情的可能來源 已經有辦法做成 坦白說啦 坦白說 林議事案件的時候 那時候就已經有行政法在處理 但是它謊暴它沒有上繳的時候 這時候行政法對於人民的懲罰 未必會有這個效果 像林議事案 我問的事情是 它產生人情的東西 現況下民眾有才已經做規範了 但是這個人情的來自 是來自虧證的發生 還是他原本就已經做了 虧證 這邊已經講他講 明確講多虧證 民眾為了便利行事而 收送同胞或虧證 沒錯吧 收送虧證物品給公務員 20億% 沒錯吧 我問你出資料嗎 這邊是受警員 可是這邊它寫了說 匯證 可是它這邊寫了 收送或匯證物品給公務員 然後這邊拿來 他有進行監獄 可是這個進行監獄的理由 不是就是因為 他有發展的賄賂的結果 所以如果我們在前端的時候 能夠抓住他的話 不是來得更好 你在後端的時候 主材已經造成了 前端雙方都可以用 匯諾罪或是土利罪做起訴 沒有 回答你的問題 土利罪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構成交界不一樣 土利罪要明知違背法令 收回來就是檢察會看到 你收你送了這個錢 然後之後 然後還有這個違背法令 然後他可能有做出了好處 這個東西會拿到 我聽不懂來為什麼 這時候土利罪可以解決 我幫你真的聽不懂 我說我是匯諾罪 我是匯諾罪 他寫會給 他寫會給 這邊但他沒有寫這麼欣賞 他說是要送紅 把揮匯證 匯證 他是匯證 匯證是他的原因 而湯是他的結果 沒有 他匯證 他匯證之後法官發言 他是匯證 他是先匯證 然後後續才有匯諾的行為 我幫你取證是 沒有吧 這邊哪是這樣寫的 這是為了賓銀行證 而送賓銀行證 對 那我這邊的話 他沒有寫資訊 你要搭配著我幫你個案看 這位個案就講說 遠雄他有一個 遠雄我猜過了 他那邊交通的是羅生門 沒有沒有 你看這邊他有一個 萬用的SOP 他先請你去高檔海鮮 再送人生 送人生當搬手禮 然後最後才 用百萬的現金 他做匯諾 他是從匯證開始 沒有沒有 我就最後請教一件事情 就是對於沒有主觀犯益的人 他收送或收的 會認識的這個情況 你不知道怎麼做 這邊的評價來說 主觀跟有沒有主觀這件事情 在我們實務的認定 本來就很困難 因為我們沒辦法去 調你的通言進入 所以我的問題是 這些東西不是你幫助害 那你幫處罰他的震撼性在於 沒有 這件事情很難證 所以會後段會有人拋走 所以是武方認為要處罰的部分 好 那最後處理 好那最後處理一件事情 就是這樣危險犯的指針就是 像我幫裡面 像我幫裡面 像這邊裡面他指教 就是 請台上辯士停止發言 就是我媽指教 就請反方三遍上台聲論 就是要 趕緊講 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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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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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先確定 反方一開始在一開口 聲論的時候就有說明 如果今天正方多處罰的那一些 會造成法官暗獨老實 所以正方沒有明顯 但最後並沒有把這塊的成本進行比較 那沒關係 我們還是進一步 跟他都沒有進一步的討論 在實際上面到底有法益造成侵害 以及如果有法益造成侵害 或是沒有法益造成侵害 那這時候處罰的行為是正當還是不正當 在這個部分請討論 先確定一件事情 在賄賂罪所想要保護的法益當中 雖然沒有舉一些個案 就是所以有賄賂行為而導致重大攻城弊案 然後導致有一些人具體有生命安全損傷的例子 但我方說明是在那一種例子當中 第一 它沒有舉證 它以虧證做為行為 所以都沒有縱使法的虧證 未必可以真的多保證到什麼人生的生命安全法益 第二 那縱使都沒有想要多處罰那種樣態 可是那種後面處 後續用賄賂罪處罰樣態 不管是用賄賂罪處罰 或者是用土地罪的方式處罰 都可以處罰的到 所以人生命法益的這個部分 不是都沒有今天可以用一個個案 就可以主張 他直接可以說賄賂罪 說具體想要保證的是生命法益 其實不是 那回過來討論 賄賂罪想要討論的部分 叫做對於人民的信賴的保護 那對於人民信賴的保護 我方知道 他在依變的時候有進 在持續的時候有進一步的舉證 有去說明 如果是對於公務人員角色的信賴 有所侵害的時候 可以作為一個保護的法益 好 可是問題來了 在賄證的這個行為 到底哪一個程度上侵害了人民 對於這個司法體制 或是對於整個貪汙覺得不信賴的部分 通篇沒有舉證 反過是我方進一步的去限縮 再舉證 而且他方比較協控 方比較不稠積 因為重使對於公務員的角色 要有一定程度上的信賴 可以作為保護的法益 可是信賴也總是沒有邊界 所以我方為什麼要花很多時間去解釋 現在對於賄賂罪可以保護的範圍 為什麼可以處罰賄賂 就是因為對於公務員角色的那個信賴的侵害 就是體現在於那個對價關係的侵害 所以這個時候回到我方這邊所討論的部分 就是真正有處罰正當性的部分 是對於對價關係的這個行為 而造成人民的信賴才有處罰正當性 所以不過還沒有如果重使最後想要嘴上 比如說單純的人民對於司法的不滿 或是單純這種一百人沒舉證 二來如果重使舉證 那也不是我方覺得主要可以想要處罰的標題 那進一步的討論是個案單眼上面的兩念討論 第一個是在抽象危險犯的討論 第二個是在對價關係的討論 我們從後面開始討論在對價關係的部分 那到底對價關係有多難以證 坦白說 在我方有舉證比方 他說不能用監聽英文 但其實現況底下都可以用監聽英文的方式來舉罰 比方說他說可能很難舉證 我方就有一份舉證告訴大家 他們有兩個人通話的紀錄 然後他們在說明什麼有20張啊等等的這種東西 那大家一開始有沒有聽不出來 到底是跟賄賂有沒有關聯 後來他在那個前後文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他說什麼這個資料很重要啊 什麼不能給人家看到要偷偷看 因為法官用這種方式 就是用監聽英文的方式去推斷 那這個20張聽起來如果是正常的東西 那不用那麼偷偷摸摸 所以他還是進一步的主張說 那聽起來應該是有問題的 然後20張可能是行話當中 大家覺得多少鈔票 所以才進一步認定是貨款的部分 所以在對價關係部分 我方覺得監聽英文證人或是任何 比方說立法委員 他平常不會贈送給立法委員錢 結果這時候贈送了超大的錢 也比起給別的立法委員的贈送來更多的時候 那這時候還可以判斷進一步有主觀的意圖 這時候對價關係沒有證明成功 所以第二個點要討論的具體是討論在對價 在抽象惡險犯的部分 貴證跟後面的行為到底有沒有具體的觀念 都沒有說可能會有人情壓力的這個影響 可是人情壓力跟貴證這只是兩件事情 我方正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通常在貴證跟對價 在貴證跟這個具體和被判賄賂的這個案件當中 為什麼會息息相關 我方要警示 原因在於 當我說我方正有一份資料 他是說明他這個 他有這個20萬的這個匯款 他正有收受 可是他要多的5萬元的匯款是幫人家轉交的 他是幫別人轉交惠法 所以這時候看起來 他無罪的部分他方都解釋是貴證 可是明明就是他跟他沒有關聯的部分 他就是幫忙轉交惠法 但明明也不是貴證的部分 所以你不能用他無罪是貴證的部分 然後說明有關聯 因為實務上的案件就是他們常常有關聯 那都沒有辦法證明一定程度上因有關係 所以到最後要討論的事情是 如果正方今天想要處罰的標誌 你必須要謹慎的理解一件事情 刑法作為國家公權力 對於人民的各種群力的侵害 必須要謹守一定的分界 不是他幫今天多罰越多就越好 不然按他對方沒有的邏輯 今天菜刀今天有可能去買菜刀 也會造成生命的傷害 但這時候也不應該顯示化到這個程度 因為不是罰越多就越好的邏輯 就會體現在一個國家對於人民 基本權力的心態中 你需要相信的警示 請請發言 請正方二邊上台質詢 謝謝主席各位您好 我們討論一下正方道理 最後能不能讓人民的觀感更加上升 我們守則時候說 人民家對貪汙有五成五的不滿意 您要檢測這份資料 我們要檢測過 不滿意 但不滿意的意義 有是什麼 好 那我現在往下看 受訪者對送紅包給執法人的看法 有九成人非常不滿意這樣的行為 就送紅包給執法人 我要問的問題是 在這個送紅包給執法人的 這個這句話當中 我是解釋你的資料請你解釋清楚 尤其是有對價關係的送紅包 好的 我先解釋完 那當然沒有 當然也有 我先解釋完 如果今天我們能禁止到這些情況 人民會說這樣的觀感更高對不對 不會 那你處罰的是沒有對價關係的紅包不信賴 就是 交往人救我的時候 我多給他一個紅包 那到底 為什麼會多 民意的部分沒有達成共識 我先確定喔 我們現在處罰負惠被植物罪 負惠被植物行為罪 其實也有其他的保護法醫對不對 比如說不公平 它其實不是觀感問題 它是對人民產生實質侵害對不對 比如說 你看我們老師 對對對 看老師有些人選這個選那個 但你給錢的話就不用選了 那在這個 什麼什麼 就是你給錢的話 我們就不用選擇 我們就選給錢那個 所以會偏死啊 會導致不公平 對好 這個情況底下是不違背植物行為罪 那這個情況底下 你沒有法要處理法 我可以用我的刑法處罰 他不違背植物行為罪 我方也處罰得到啊 那在 在那個 對價關係 現在的參與製罪條例當中 有違背植物跟不違背植物 這是現況跟會處罰到的例子 在對價關係 沒有法證明錢 所以要討論的是 不違背植物 反方罰不到的情況 是對價關係的證明的門檻 是有問題的地方 沒有取證 有門檻有問題 所以只要我方能舉證告訴大家說 對價關係確實很困難 那不違背植物行為罪 這個部分我方可以繼續保護對不對 不公平的這個避害 我方覺得如果對價關係 現在門檻沒有真的過高 那你多處罰就是避害 因為就是不正常的行為 它明明是無罪的 你有沒有任何一個專家告訴我們 說其實對價關係一點都不困難 不是困難不困難的問題 是你要舉證這個程度是 這個困難的 我聽起來你沒有要舉證 你現在只是用口述告訴你說 反觀可以監聽 反觀可以做其他行為 我用判決個案的方式來說明 有很多個案確實可以證明 那你覺得不合理地方 現在有法學專家告訴你說 對價關係確實成為他不困難 我知道林玉雄那份資料 你知道林玉雄在說什麼 他說沒有證明 你開始一看 沒有寫成白紙黑字 怎麼可以有證據呢 可是資料就說明 縱使是監聽義文 沒有白紙黑字 也可以論證啊 他就在錄 對不對我先確定 監聽義文這次本地 要法官去申請對不對 對啊 那個法官也可以申請 在現況底下 我們怎麼知道一個人有匯分 怎麼知道 就有些通風報信啊 或者是有些喬布隆 在你的情況底下 為什麼會有通風報信 是要喬布隆對不對 不一定啊 有可能發現他在職務上 可能有偏僱的行為 然後他們會偵查機關 檢調機關 會進一步的去長線很久 然後經過一年多的調查 在正方的情況底下 我們多種選擇 是用吹哨者條例 他收了虧證之後 可以主動申報 是不是在這個部分 機率更高一些 不是啊 如果現在 如果收受虧證之後 那現在如果官員主動 那麼情況 我也可以申報啊 哪有區別啊 真的會申報的人 現在我們對於虧證者 我們要何處罰嗎 對於虧證者沒有處罰啊 謝謝 所以在五方情況下 你的意思不也就是 如果今天官員 要跟我鎖匯的時候 我拿 我被鎖匯的時候 我會去申報 那現在不就一模一樣嗎 我的意思是 你現在 你現在申報 你現在公務員申報 對自己沒有那麼好 他可能還會被調查 還要被政府公務員問 你說公務員的部分 不是人民的部分 對 我再問你是公務員 為什麼主動申報 但是他現在就申報啊 他為什麼主動申報啊 那為什麼會主動申報 如果是公務員申報的話 行政法上面會有相關免職的規定啊 所以他就主動申報 別人怎麼知道 別人怎麼知道他沒有申報 別人怎麼知道 啊現在 又靠你的 要靠你的經驗 靠你的那個舉證對不對 有沒有任何案例 告訴我們說 有證人 你如果長官發現你的下屬 在收手 跟人家交談都收手 有沒有任何姓名告訴我們說 有人匯證然後他解體他 我方有資料在說 大家 我方有 不確定是不是匯證的例子啊 但至少有民眾說 大家很願意檢取的 很願意檢取 我方多了一個可能是他主動作 因為我下午這個吹哨者條理 你說公務員主動說他受到貴證 然後咧 那你可以更早抓到賄賂嗎 我方覺得您一方沒有舉證 就是 因為現在已經抓到貴證的認證 你最後一個很奇怪的說明 你告訴我們說刀子不會拔 可是槍會拔對不對 蛤 所以刀子 謝謝刀子有生活中的利益 你有沒有要去損一告訴我們 啊這馬是因為生活利益的部分 是如果你今天多處罰到 是過於險自的問題 沒有 你只要要懲罰槍 我們是不是可以買 我們不能買槍對不對 是 謝謝 所以我問你要不要告訴 對 你有沒有告訴我說 處罰這件事帶來什麼樣的避害 不重要 不重要 不同的行為當中處罰 對 說想看你會準不準而已啊 蛤 這種 不同行為當中本來就處罰範圍的邊界啊 謝謝 但我方要多忙就是您幫過度閒置啊 那您幫也不准理 您幫也不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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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第一階段的比賽到此結束了 本期宣布 比賽將與聯想後三分鐘 終於開始結辯結短 嗯 那你有嗎 還有 還有 叫你喔 這 很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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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可以看,就隨便,我就可以看。 - 好。 - 沒帥。 -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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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你不要吃嗎? - 是,我就帶到哪一生,х我壓碗了。 他可能在北京 他說得不上 對的 其他可能在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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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中文字幕志愿者